哈喽,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很多人都很了解吴亦凡了吧,现如今人气非常的高,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,不仅是因为他有实力,最重要的就是他长得非常帅气。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吴亦凡,在被采访的时候居然自爆,小的时候被妈妈说丑。 当听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,大家都是十分惊讶的,因为对于吴亦凡的颜值,很多人都是比较的认可的。 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,不少人都称其为斯曼南,那他的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 网友在看到之前他小的时候的照片的时候,才恍然大悟,都纷纷表示妈妈的话真的是不信不行。 原来吴亦凡小的时候因为还完全没有长开,皮肤有点黑,有点瘦,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,不过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,这就是吴亦凡小时候,并且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阳光的,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吴亦凡会化妆打扮了,变得越来越帅气,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吸引了很多的粉丝。 虽然这些年吴亦凡的造型非常多样化,不论是什么样奇特的衣服都被他穿得非常有味道,这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,不过像貌似父母遗传的,我们即使羡慕除了整容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 对此,诸位有什么想法吗?欢迎在下方评论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